如果解封复工是全球各国 和新冠疫情长期抗战 不得不面对的关键考验 那么解封复学绝对是这场大考里 最困难却又逃不掉的必考题 这是一道连抗疫资优声都没有把握的地雷考题 在4月23日开始逐步解封的德国 原本把返校复课的时间定在五一假期之后的5月4日 让梅克尔决定把返校复课时间再推迟一星期的 是一手主导德国新冠战略 柏林慈善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 在4月底发表的研究报告 认为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 与成人同样具有感染性 但是如何要求年幼儿童遵守防疫规定 德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关于年幼儿童的复学 法国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 法国5月11日最先返校复课的 是幼稚园大班和小学生 5月25日 所有国中高中其他年级才会跟进 这是法国政府根据科学理事会建议所做的决定 同样对于儿童感染的研究报告 却因为两国疫情的轻重差异 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复学措施 相较于德国 疫情严重的法国晚了将近三个星期才复工 根据法国央行的估计 每封沉禁足两周 就要损失年度GDP的1.5% 和预算赤字的1% 因此不难想象 要先让需要照顾的幼儿复学的首要原因 是要让家长可以同步复工 许多氢寒家庭的父母 往往也是没有办法在家 进行远距离工作的敌心劳工 这是一个政治考量 大于公共卫生考量的困难决定 因为认为幼儿复课风险不大的 法国科学理事会 原来主张是要等到 暑假过后才复学 正如疫情更为惨重的 意大利和西班牙 都决定等到9月份才重新开学 我认为1 2 3 4 1 2 3 1 2 3 让低年级幼儿遵守防疫措施的困难 也是许多老师和家长的担忧 相较于德国复课的顺利 和家长普遍的支持 对政府失去信心 让返校复课更为困难 几乎在差不多同时间 解封复工的欧洲各国 面对是否同步复学的纠结上 则是各行其道毫无交集 唯一的共识是决定复学 以及如何复学的困难 还没有正式启动复工的英国 对于复学问题同样提心吊胆 根据英国Sutton信托的报告显示 英国有30%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学生 参加了线上教学 但是劳工家庭小孩 只有16%的参与率 这个比例到中学更跌到只有8% 平均三分之一的学生 没有可以参与线上教学的电脑设备 在英国央行宣布英国将面临 30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同时 尽管疫情也造成了教育上的重创 现在 Newsnight can reveal 这影响的影响还未公布的影响 根据的影响 根据到教育和教育 发展公司 学校的关键会 导致在社交平均线 最后十年纪归的缺乏 甚至更加大 英国教育界专家提出警告 这些孩子可能会成为 因疫情而被牺牲的一代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8日 仍有大约12.6亿学生 受到疫情关闭学校的影响 占学龄儿童青少年总数的72.4% 与一个月前高达90%的 15.7亿人思想比有所下降 但是这不包括疫情前就已经失学的 贫穷国家2亿多的儿童 复课不复课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奢侈的问题 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 数千万学生 可能永远不会重返课堂 即使不能像从前一样 和好朋友无忧无虑清静地一起学习玩耍 但是可以回学校上课 还是令绝大多数的孩子们结束长达近两个月 不是假期又不能出门的竞足经验 但不是所有的孩子们都必须回到原来的教室里上课 全欧洲最早复学的丹麦 为了应对严格的防疫安全 和全数学生回校上课的场地压力 别出心裁的让学校搬了家 5月11日星期一以来 哥本哈根一所小学 200名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 在国家足球场上课 他们每个人可以有一整排十个座位 足够他们尽情地发泄精力和大肆玩耍 两个男生和女生玩玩耍 他们认为这里很感兴趣 我们从学校的背景里面 即使孩子们不能到球场草地上玩耍 这保证会是一个 令他们终身难忘的上学经验 丹麦超级联赛将于5月28日恢复比赛 学生将与球员们共享球场 他们还能不能专心一致地上课 这会是另一个令人玩耳的烦恼 如果我们必须生活与疫情 我们必须全都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全都放在一起 不管是瑞士的 雨天里打着伞上学 还是临时搭起的帐篷教室 必须穿着大衣上课 有学校课上的孩子是幸福的 孩子们好像很幸福 他们不仅要从疫情的重创中复原 重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也有权利重新开始 当一个轻松开心无忧无虑的孩子